又到了12月 外頭街道上隨處可見的聖誕裝飾 彷彿在提醒著人們準備禍節 在這邊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聖誕節可能會出現的類型 情侶型 和大便一樣滿地都是 重置著整條街的類型 單身型 無視聖誕節照常過日子 漫步在滿視情侶玲瓏我濃的街道上 眉頭皺也不皺的修為 不只是聖誕節 任何節日對她來說都毫無意義 詛咒型 對大家自己過聖誕便會單身四年的傳說深信不疑 因此對女性的任何舉動都會過度反應 尋覓著哪裡突然降臨的言語 派對型 將孤單的人以交換禮物的名義聚集起來 趁著節日氛圍而渲染出的難得日子 在這冷漠的城市中 湧起熱鬧的場合裡 尋找渴望許久 卻會成真正擁有的歸屬感 曖昧型 一路走來不斷互相試探的兩人 早已無法按捺壓抑自己 在這寧靜卻又喧鬧的夜晚 飄渺不定的關係即將終結 選舉行 為了呼應明年大選 秦美成平舉辦了聖誕村的村長大選 候選人分別是不甘願只當個坐騎 開著卡車販賣自己鼻子的新潮巡弱 以及推廣熟寫卡片的溫度 和艾可勤傳統老派的聖誕老人 而在聖誕節前的兩個週末 兩位候選人更將舉辦各自不同的特色事件 造勢敗票 派發衛生紙 屆時巡弱與老人將同場不同框 訴求乾淨的選舉 沒有口水 只有汗水 以上就是聖誕節 可能會出現的類型 現代人為了生活 過著忙碌且一成不變的日子 在辛苦沉悶的一年最後 推薦各位參與這場氣氛歡樂 風格可愛的村長大選 重新再做一次孩子 品嘗當年那份最純粹簡單的快樂 才有力氣 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 繼續走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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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